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work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学习insert语句的基础语法 那么insert语句是什么意思呢? insert中文就是插入的意思 当我们创建一张表之后 我们会选择使用insert语句去向表中插入一行记录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先来创建一张表 上次课我们创建的表全都被删除了 假设我就叫test表 那么test表呢,注意小括号隔开 然后是列名,比方说ID是Lumber4 接下来Lam,Warchar2,50 然后地址是Warchar2,100 好的,还有A级Lumber 哇,人的年龄应该是整数哈 三位数字,OK 记住,封号就是在SQL Plus中是这么写的哈 OK,选择表已经创建 这是使用SQL的CreateTable语句 是我们上次课的内容哈 来创建一张表 创建这张表的时候呢 表名叫test表中四个列 ID,Lam,Adress和A级 其中ID是Number类型四个整数 四位长度的整数哈 Lam呢是Warchar2 也就可变字符串 最长50个字符 而Jazz呢是也是可变字符串 然后最长是100个字符 A级呢是Lamber类型 然后是三位整数 最大三位整数哈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 Insert语句的语法 在Work中 Insert语句用于向表中插入记录 它的语法就是 Insert into TableLam 括号列名 比方说Core1 Core2等等等等 空格Values Value1 斗号Value2 好等等等等 请注意 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插入某张表的记录 然后这个记录对应的列是Core1 Core2等等 Values呢就是它的值分别对应 Value1对应 Clumps1 Value2对应什么呢 Clumps2 按照这种语法 按照这种语法 我们来插入一条记录 进Test表 Insert Into Test ID Lam Adress A级 当然这个顺序可以变 只要你Values之后的值 跟它一一对应就好 一 好 记得单引号 AA Adress 成都 年龄 20 好 记得写分号 在Work中 一个C口语句的结束 是用分号来结束的 OK 创建了一行 接下来我可以查询一下 OK 那同理我们可以换一个客户端 换一个客户端 首先刷新一下 出现了Test表 在这里用查询语句会比较舒服一点 因为它的这个表结构 看起来会比较清晰 但问题来了 我用PRCQ去查的时候 竟然什么都没有查到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Org的一个体系 因为它有个很大的缓冲空间 我刚才虽然插入了 但是却没有提交 当我在这边 我实际上是两个客户端在连数据库 我这边虽然插入了一行 但是并没有真正提交 当我敲入Commit命令之后 我再到另外一个客户端 就可以查询到我刚才插入的一条记录 好 这个顺便讲一下这个提交 这个就是Insert into语句 实际上呢 我们Insert语句执行一次 只会插入一条记录 那如果说我插入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列 怎么办 因为我这些列 都是可以允许为空的 所以的话呢 我可以不要 不要第四个列 把名字再改一改 BBB 然后呢 这里也改一下 北京 OK Commit 再到这边来查询一下 好的 2BBB 北京 第四个 因为这个列可以允许为空 我也没插入任何值 所以它是置为空值的 这个空值叫Now 这个就是Insert语句 如果你的Insert into 这张表 是插入的全部的列 意味着是全部的列 那么实际上你Insert into test 后面是可以不用写括号的 直接就是表明 Values 当然这里面就必须是 一行记录的全部数据 一个都不能少 如果你前面是写上列名了 后面的值跟列名一一对应即可 可以没有顺序 但如果你前面的列名没写 就说明我要插入这条记录的 所有列 所有列的值都要进去 OK 这个就是Insert语句的语法 其实相对来说 它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因为对于Org来说 它的插入语句语法是比较简单的 执行一次Insert语句 只会插入一条记录 好的 这个就是Insert语句的语法 同学们学会了吗 我们下次课再见